我是特警隊爆炸品處理及搜查處警犬組 警犬組組長 陳偉賢 是一名警長 警犬組在1995年10月21日成立 最初有三個目的 第一個目的就是緝毒方面 我們在國際機場和各個口岸有緝毒工作 主要是文人和貨物看看有沒有毒品 第二個目的主要是在主街上 做一個預防工作 巡邏街道同時有一個組合陣接作用 第三目的主要是當有VIP到訪澳門的時候 我們會派出安檢犬做一個預防性搜查 確保重要人物安全 我們警犬組從2010年開始至到現在 大概緝毒方面是有106宗 而警犬方面我們暫時有108隻警犬 我們主要是用在國際上主要常用的公族犬 例如有哪幾種呢 例如有馬連萊犬、德國慕容犬、昆明犬、拉布拉多 和史賓甲五種 我們通常會10個月大便開始訓練 如果來自哪裡呢 我們通常有自家繁殖 如果買的方面會去外地、英國、荷蘭 如果在內地方面會去南京或昆明買狗 如果我們看最好的領犬 應該會開朗些 對狗有熱城 即是喜歡狗 最重要就是喜歡玩 領犬最重要是喜歡玩 因為我們和接觸的警犬都是以玩的模式 如果你是一個人不喜歡玩 都邁到我們的部門是幾悶的 一定要是玩 好,好,好,好 好